你好,我是喜欢极尖主义断舍离的悠尘妈妈 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这个极尖主义的小家和之前有没有什么区别 先看一下玄关,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这一盆绿纸长得比以前更加可爱了 然后玄关的左手边就是一楼的洗手间 洗手间的话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增加了一双拖鞋,方便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使用 洗手间小小的空间,收纳还是挺足的 墙壁上还有这个门顶上都是可以放东西的 然后这里其实也是一个收纳的地方 大家好 再看一下里面 这里是洗素台,洗衣机 这个是放我们当季的衣服 还有晒干的衣服就直接挂在这里 就不需要折叠了 这个柜子也是放我们一家四口当季的衣服 再看一下里面 是我们家的浴室 浴室也没有放多余的东西 一般不用的东西就把它拆除了 像这下面其实是有一个台子的 因为不怎么用 然后又要洗 所以我就把它拆除了 再出来看一下 就到了我们家的客厅 客厅的话是没有沙发 因为可能五年之内我都不会买沙发 这样子显得空间很大 可能有的人说电视台可以换一个位置 会显得空间更大 但是因为电视的插座在那个位置 所以已经被固定好了 有的人说家里没有沙发来客人怎么办 因为我们家客人来的还挺少的 有时候平时已经备了三个折叠椅 如果是超过这个人数的话就直接去外面聚就可以了 然后开放式的厨房经常有人问我有没有担心油烟的问题 其实我之前还挺担心的 现在完全没有顾虑 完全没有困扰 还不错 然后厨房的收纳也是很简单 这个是楼梯下面的一个空间 里面也是放一些厨房用的杂物啊 米啊 面啊 等等这些的 这个是厨房的一个小绿植 是不是也挺可爱的 现在真的种不了大的绿植 感觉要照顾好麻烦 等孩子再大一点 我可能会买一些大一点的绿植 那现在只是养这些小小的绿植就够了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厨房的台面还挺大的 所有的锅碗瓢盆啊 等等这些都可以收纳到这个台子下面的这些收纳的地方 那些柜子里面 这个就是我经常做饭的地方 站在这里看孩子们自己玩耍 就不用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了 然后这样子看的话 楼梯就是在家里的正中间 我们上去看一下 因为楼层不是很高 所以楼梯也没有很陡峭还不错 然后楼梯的中间也有一个窗户 还挺明亮的 就是像这种感觉 我特别喜欢这个位置 我经常坐在楼梯的这个转角处 然后这里两边通风非常的非常的凉爽 再来看一下楼上的三个房间 这个是主卧 我女儿跟我一起睡 所以她的枕头就放在这里 哇 我的扫地机器人 扫得干不干净 真的很干净 这里很多头发 我家里就是灰尘和头发 其他没有什么大的垃圾 床底下也扫得很干净 房间就需要一个 就两张床 不需要床头柜 手机啊 这些睡觉的时候就放在地上 一般我都不带到房间 这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啊 刚才那个是这个房间的收纳 这个也是楼梯上面的一个收纳的地方 里面放了一些杂物 就不打开看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儿子的房间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 我儿子终于有书桌了 他自己说要在自己的房间写作业 所以就给他买了一个书桌 以前都是在吃饭的桌子上写作业 然后他说他要在自己的房间写作业 所以就给他买了一个书桌 这个是昨天晚上他说他要跟他一起睡觉 所以就带到房间 起来的时候就放在这里 还挺可爱 然后这个就是我儿子的房间 这个门把手后面 是房间的一个收纳的小小的空间 打开看一下 哇 还挺乱的 这个是我儿子和我女儿冬天的一些衣服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学习用品吧 就这样子 然后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二楼的洗手间 二楼的洗手间 也是只放最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了 多余的物品什么的都不放 放个地毯在这里 打扫起来又很麻烦 所以的话什么都不放 然后出来的话 右手边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因为她现在跟我睡 所以她的房间是空的 也不是很空 这里放了很多我老公的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 这个房间我不经常来 所以的话 放在我不经常看到的地方 所以我也就不那么在意了 有时候叫她扔很难扔掉 但是放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的话 也就无所谓了 还是要多包容一下 女儿的房间有一个大的衣帽间 以后她很多衣服的话 也有地方放 但是我不希望她买太多衣服 出来的话 这就是我们楼上的三个房间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儿子的这个房间 光线真的真的很好 对比一下 看我女儿的房间 光线就要差一些 还有我们的主卧 光线也要差一些 我儿子的房间 我儿子的房间真的是冬暖夏凉 下去吧 这个就是我的小家了 只放自己最需要的物品 多余的物品就不放 然后也不做过分的收纳 因为物品少的话就不需要过分的收纳 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整体来说还是蛮满意的 希望自己继续保持现在的生活状态 但是也会根据生活的变化而做适当的调整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